王虹9man最近装修工作室 结果一收到报价单 真的是吓了好大一跳 因为价格出乎意料 包括食材 包括铁件 现在都是天价 我们的记者也实际去询问了装修师傅 今年40平的房子装修费用 就要上涨一成 而其中涨价最夸张最夸张的 就是电线还有铝线 师傅用盆枪烧热铁管卸下旧零件 再把新规划好的消防管线砖上 不管是新房旧房 想要重新装修 通通得经过这一步 但过程中会用到的一寸弯头 竟然一年内就涨了三到四成 而且还不止这些 现在装潢真的是越来越贵 像这样40平大的新房子 要装修就比去年多了10%的价钱 大概就是50万 原因就是因为木头 铝门窗通通涨 还有像这样零件也涨价 其中涨得最凶的 就是电线铝线年涨三到四成 再来铝门窗也至少涨20% 瓷砖系统贵板材欧贵五金 也涨一到三成不等 涨不最大我觉得电线吧 用的量比较大 最贵的时候电线2.0到1400多 快1500 也没有今年涨那么凶 去年差不多1312都有 不知水电师傅涨得有感 根据主机处最新统计 今年7月的住宅维修费指数 年增5.8% 其中维修材料增幅超过11% 市内设计业者表示 这对旧屋翻新的民众影响最大 因为像是重前管线 改造铝制门窗还有卫浴器材换新 都是今年涨幅最大的项目 去年到今年应该是有涨大概差不多10%上下 旧屋的话会比较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像可能基础工程这些 它有些东西要像管线要重拉 跟可能浴室这些都要重做 什么料都涨价 最近想重新装修工作室的网红酒man 也很有感说拿到爆炸单 有一种被嘲笑的感觉 因为想要的食材 铁剑涂料都是天价 今年要装修是真的会很辛苦 东森财经新闻 彭德宇 张华珍 台北报导 满满一整天 谈后交战